如果我们遇到比较好看的或者是比较经典的网站,除了查看原代码的形式,了解网站方法之外呢,还可以直接将网站的整个页面保存到指定的文件夹中,或者也可以使用网站下载软件下载所需要的网站到本地计算机中。 首先让我们看看如何直接的保存页面。这里我们以百度数网站首页为例来介绍保存页面的具体方法。 首先让我们打开百度数页面。 选择文件,另存为菜单命令。 在弹出的保存网页对话框中,我们可以为网站选择保存的路径。这里我们选择我的文档。 为文件名输入一个网站的文件名之后,我们单击保存按钮。 输入保存之后呢,我们打开我的文档。 即可看到保存之后的百度网页。 双击即可打开查看。 如果我们需要下载网站中更多的页面,甚至是整个网站,就可以利用专门的网站下载软件,将更多的页面或者是整个网站下载下来。 这里我们以WebZip网站下载软件为例,来介绍下载龙马图书工作室的网站到本地计算机中。 首先我们需要在本地计算机中安装WebZip网站下载软件。 首先我们打开存放WebZip网站的文件夹。 双击打开安装文件。 单击运行按钮。 此时即可弹出WebZip网站安装向导。 单击下一步按钮。 在许可协议窗口中,我们可以阅读软件的许可协议。 单击我接受按钮。 在选择安装位置窗口中,我们可以在目标文件夹的文件框中输入软件的安装位置。 也可以单击浏览按钮。 在弹出的浏览文件夹对话框中设置。 选择安装位置。 完成之后单击确定按钮即可。 这里我们单击选择本地计算机。 然后单击确定按钮。 单击安装按钮。 此时即可开始安装。 完成后, 弹出正在完成WebSafe安装项的窗口。 完成之后, 我们这里先选中运行WebSafe复选框。 单击完成按钮。 即可启动WebSafe网站下载软件。 首先我们在软件的地址栏中输入罗马图书工作室的主页。 我们下软件的地址。 单击转到按钮 或者也可以直接单击Enter按钮 Enter键 稍等便可 即可打开网站的首页面 此时我们可以在软件的界面中单击下载 在弹出的下拉列表项中 我们可以选择Save Set 表示保存站点的意思 单击旗下的WebPages Complete 即保存前站包含所有的文件才来命令 此时即可弹出新建工程对话框 在弹出的新建工程对话框中 我们单击保存到区域中的浏览按钮 弹出浏览文件夹对话框 可以选择下载网站保存的路径 这里我们选择我的电脑地盘 完成之后单击确定按钮 其他我们采用默认设置 单击立即执行按钮 单击左侧的现在下载按钮 即可以看到下载的速度和进度 在左侧的工程列表栏中 我们可以右击所选的工程 在弹出的右键菜单中可以进行相关的操作 比如新建工程或者是下载 下载赚勤的命令 在上侧的图表中可以看到下载的进度和速度 在右上角的处可以看到下载所需要的时间 下载完成之后 我们可以打开所保存的网站文件夹 可以看到该文件夹下包含了整个网站的所有资料信息